大数据会把我的频道推给你说明你最近是不是想要去旅行了 那也非常有可能你现在正在准备收拾行李 如果你的游轮旅行带上他们的话 你的旅行品质会大大提升 嗨大家好我是Eo你的非职业的游轮旅行顾问 在游轮上旅行你要做的行李的准备可能跟你普通的旅行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今天我在这里跟我的观众分享一下有十样东西 如果Eo我不说的话你非常有可能是想不到需要带上他们 但是如果你的游轮旅行带上他们的话 你的旅行品质会大大提升 非常有可能把这一集变成上下两集 因为我不单单只是想让我的观众知道说我要带这样东西 我会告诉你为什么要带和你什么时候可以去使用它 打开我这一集频道的观众 如果你是从来都没有搭乘过游轮 你连搭游轮旅行最基本一定要带的东西你都不知道的话 麻烦你在我的留言区打一个1 我看到你的留言之后我就会专门为你做一期 第一次游轮旅行记得一定要带的东西 有网友给我留言 Eo阿拉斯加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你可不可以说一下如果是去阿拉斯加游轮旅行 我们的行李应该如何打包 有哪些物品是一定要带的 在我分享完这十件好物之后 我就会专门为想要去阿拉斯加的人做一期阿拉斯加游轮你必须要带的东西 好了 这一期的内容开始了 第一件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好东西是药类 有很多人一旅行就会有一个烦恼 就是自己的肠胃方面的问题 通常我们在游轮上的饮食是以西餐为主 那么华人上到游轮之后就会觉得我们的膳食纤维貌似是吸收的不太够 所以在我们尽情享受游轮美食的同时 你的烦恼也跟着来了 消化不了 便秘 如果你是在这个方面一直都有一些问题的人士 你可以咨询一下你的家庭医生 得到你的医生的专业的指导和建议 我在这里说的是平时完全没问题的人 通常在长途旅行的时候 一导时差就已经会让你的肠胃开始混乱了 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 帮助你消化和帮助你解决每天的大问题的 这一些保健药品 你可能需要记得带一下 在游轮上有一个隐藏菜单 很多的时候不放出来 但是放出来的时候你可能见到他也不太认识 prong juice 西美果汁 很多游轮24小时都可以给你提供prong juice 当你向服务生要求需要来一杯prong juice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你的肠胃需要调整一下了 第二件必带的好物 如果你有一直关注我的频道 我相信你已经看过了 遇到你没有办法避免的晕船的时候 我有推荐给大家一个好东西 就是姜糖或者是姜粉充剂 找出了一颗 这是我使用过的最好用的姜糖 符合我自己的口味 并且它也非常非常的有用 如果你想知道这个是哪一个牌子的姜糖的话 可以在我的晕船专辑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如果你仔细看了我晕船专辑的观众 你肯定也已经知道了 它的作用可绝对不只是在你晕船的时候 让你舒服好过一些 它还可以帮你倒时差 非常非常好用 第三样好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强力的保温杯 我相信很多人手上都有 这是一个可以保一点点温度 放冷水和放热水 都非常好用的一个杯子 好 那为什么要带两个杯子 还有为什么我旅行需要带杯子 不是豪华邮轮吗 豪华邮轮上不是应该有很多很多精美的 各种各样的杯子等着我去使用吗 好 我现在来告诉大家为什么 我们大部分的华人都习惯喝有温度的水 或者是说你习惯喝煮熟的水 但是邮轮跟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酒店的区别就是 它在房间不提供可以煮热水 把水烧开的设备 邮轮上最害怕的是着火 所以尽量避免所有可能会自己发热的设备 在你的房间中 我们在邮轮上水是24小时免费供应的 但你需要有个东西去装它 我现在手上的这个强力保温杯 看到它的构造就已经知道它是什么牌子了 它就非常非常的好用 只要你把它带到提供热水的地方 就可以接上一大杯 放在房间里面慢慢来使用 假设我们这次的旅行是去一个阳光海滩 可能在邮轮上装了一杯免费的Ice Tea 你肯定希望它没有那么快的变热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东西 所以我本人每一次的邮轮旅行 我必带一个热水杯和一个冷水杯 复印复印复印 我见过太多太多非常惨烈的故事 登船前不见了护照 而无法登船 好多人长途跋涉可能飞越了半个地球 终于可以去到那个搭上他们梦想中邮轮的城市 而下了飞机没逛两条街 发现他的护照不见了 而那些丢了护照还能顺利登上邮轮的客人 往往他身上还多了一份护照复印件 你的护照复印件也好 ID复印件也好 最好不是只有一份 我建议至少有三到四份 他们需要分别放在你的随身的小包包里了 你的随身的脱箱里了 你每天都会穿在身上的那个外套口袋里了 在得知护照丢失的第一时间 当然你需要去通知你的国家所在的当地的领事馆 补办护照 但是它没有那么快给你 对不对 好 在这个时候 你只需要拿上领事馆的证明 和你手上的护照复印件 大多数情况下 邮轮公司在码头上都允许你可以登船 并且也可以协助你安排在你未来会停靠的国家的城市的港口附近的你自己国家的领事馆 去领取那个易经帮你做好的新护照 是不是很重要 好了 天有无测之风云 当然你会知道说 哦旅行嘛 我需要带把伞就可以了 这雨伞这个东西并不是特别的好用 第一它占地方 第二当你去浏览那些著名的博物馆或者是美术馆的时候 通常你的伞是不允许被带进到这些博物馆里面去的 我自己旅行是基本上从来都不会带伞的 因为我知道它非常的不好用 特别是在遇到天气比较恶劣有风的情况下 这把伞完全起不到它该要起的作用 我自己在每一次旅行之前 我都会去到家里附近的一些便利商店 或者是一些什么一元店两元店之类的地方 去购买什么呢 那些一次性的雨衣 首先它非常非常的轻 再次它非常非常的小 折起来也就是一包纸巾的大小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便宜 我可以买个五个六个 我每次用完之后 我就把它团好了扔进垃圾桶 记得扔进垃圾桶而不是扔进海里面 在很多热带阳光海滩的城市 经常是会时不时的给你来一场雷雨 而这个时候你拿出你已经准备好的 从两元店里买来的那件雨衣 打开它套在身上 不单单可以遮住你自己 遮住你的包包 遮住你的相机 而且它还不会被风吹走 你哪怕是狼狈的 最后把它不小心也给勾坏了弄坏了 你也不会心疼 因为它仅仅只是价值一块钱到两块钱 多买几个放在你的旅行袋里面 一定不会错 如果你想知道所有的这次的 伊尔邮轮旅行的好物推荐 就要记得看我下一集的内容咯 我们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拜拜